这只老鼠成精了 壁画 闹钟 席梦思 这座豪华小别墅就是老金的家 只是和我们很多人一样 家里缺少一位女主人 突然一根钢毛射来 破坏了此刻的瓶颈 接着第二根 第三根 温馨的小家瞬间支离破碎 老金赶紧跑路啊 不料钢毛在身后紧追不舍 虽然老金有四只爪子 却还是跑不过钢毛 被瞬间锁死 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结局 老金闭上了双眼 好在男人准备敲下锤子时 被人叫住 老金捡回了一条命 但他哪里肯罢休 躲到一个玻璃缸后面 半鬼脸 是要吓跑路金者 老大一个重心不稳 两人栽进澡盆子里 好家伙 洗衣盆瞬间飞出了别墅 家兄弟呢 最近也是摔的不行 工厂倒闭了 实在没有去处 就来到祖宅 准备躲避债务 哪知道遇到成精的小老鼠 两人赶紧布下老鼠夹 奈何这招对老金没用 于是两人布下九天深发大阵 是要搞死小老鼠 哪知老金有走在阵中 那是片夜不沾身 俩兄弟看着老金爬上冰箱 以为他要吃樱桃 哪知老金高抬跳水 一颗樱桃掉落下来 两人按叫大事不好 却见樱桃转啊转 转啊转 瞬间那个噼里啪啦 夹得两兄弟惨叫连连 眼瞅着老金扛着战利品跑路 这下可把老大干急眼了 提着吸尘器追杀而来 这下老金慌了神 战利品没得到不说 自己也是凶多吉少 忽然看到一旁下水道 顿时有了主意 两兄弟感觉吸到了东西 顿时干劲十足 盯着洞口猛吸 不料吸尘器嘴进了下水道 除物袋瞬间膨胀 此时老金早就跑到了窗外 坐等好戏 只听拼的一声 好家伙 整个玻璃全是粘稠液体 恰巧这时候 银行的资产评估送来信件 倒也没嫌弃两兄弟身上的恶臭 原来经过专家评估 这座祖宅乃是高人设计 价值好几千万 听到这话两人急了 赶紧找来一只猫咪 据说此猫呢 乃是猫中霸主 战斗力极其强悍 好家伙 老金赶紧跑路啊 猫咪呢 倒也不急 就守着洞口 拿着老金从后门溜了出来 利用老鼠夹摆了个五行阵 顺便再给猫咪尾巴来一夹 猫咪被干急眼了 刚追出去又踩到五行阵 好家伙 被一只老鼠这么整 顿时感觉猫的自尊受到了侮辱 双方你追我赶 老金被逼到绝路 顺着升降梯的绳子往上爬 为了防止猫咪也爬上来 张开小嘴对着绳子就是啃 猫咪一脚踏进来 哪知这是一个陷阱啊 被摔了个粉身碎骨 俩兄弟也很无奈 赶紧请来逆重专家 看这一身精良小装备 专业素养不是一般的高 只是这爱好嘛 属实有点特殊 这下可把老金恶心坏了 趁着专家观看探测仪的功夫 直接把电线给咬断了 专家这边在修理探测仪 拿着老金拉走了摄像头 渐线顺着下水道来回缠了 专家这边刚接上线路 哎呀 这车怎么这么眼熟 赶紧跑到窗口 利用八倍镜 才看到摄像头被绑到了汽车牵引上 而小老鼠正趴在踏板上 专家按叫大事不好 赶紧就要脱下装备 老金又哪里给他机会 踩下制动踏板 好家伙 专家直接变成推堵机 一路火花带闪电 直接干到汽车旁 老金也是很厚道 林总还给专家留下一粒起死回生丹 两来回来 看到家里的惨状 心里那个虎啊 这可是好几千万的豪宅呀 扭头看到一个会动的大汉堡 不用想 只静就是那只老鼠了 结果 老大怒了 你咋那么笨呢 追着小老鼠就钻进了大烟筒 结果卡在了烟筒里 老二赶紧给我拿个手箭筒 这里太黑了 我看不到它 好巧不巧 手箭筒竟竟然没电了 老金呢 看着这俩摔货这架势 还是很好心的递上了火柴 顺手还把煤气发门灯开了 老大这边刚嗅到煤气的味道 老二这边就滑着了火柴 好家伙 老二直接被炸飞了 老大也坐上了小火箭 飞上了天 好巧不巧 正好落在湖中的浴缸里 这下老大血压直接飙到180 啥也不管了 拿起猎枪就开干 兵兵 两枪 没打中 当时把老金吓得赶紧躲进下水道 老大见状大喜赶紧拿着猎枪堵住洞口 但让他不知道的是 猎枪瞄准的是一管高压喷雾杀虫剂 开炮 这下可好 地板也被干了一个大洞 两人怂包了 这明明就是恶魔 哪里是一只老鼠啊 祖宅也不打算要了 厨新装修一下 就举行了拍卖会 可他们又哪里想到 拍卖刚开始 老金又出来捣乱了 老大赶紧去抓呀 那只小老鼠记紧得很 直接往美女裙子里钻 老二紧随其后 伸手就追了进去 这下那个场面 着实尴尬得很啊 那只小老鼠顺着手臂 就钻进了老二的衣服里 老二被搞得浑身收处 顺手打掉了美女的烟带锅 正好飞到另一个美女的头发里 好家伙 这边正抓着老鼠 那边头上直接冒起了火星子 赶紧溺火呀 老大吹了两下 这下子火烧得更旺了 顺手拿过一旁的酒杯 直接倒了上去 好家伙 这下直接炸锅了 会场乱成一锅粥 急眼的兄弟俩啥也不管了 顺手就把水管子怼进了老鼠洞 好家伙 屋里顿时发起了大水 一群人被冲出屋外 老大一看这架势 心想可不能浪拍卖凉了呀 赶紧起身说呀 大家别慌 你们看我这房子多结实 再大的水也冲不垮 这下全完了 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悔念 和谐共处 共建美好社会 我是404 爱你